既然说它是一个爬充案例 那么爬充案例该怎么去讲呢 首先我之前是不是已经打开了这个站点 这个站点我已经打开了 那么首先我把这个URL地址 咱们发在公屏上 同学们你可以去看一下 打开这个网站去看一下 然后关于当前这个站点 既然说它是一个爬充程序 爬充案例 那么爬充案例的话 你要编写来说的话 一般会经过如下的四个步骤 咱们来介绍一下 爬充案例的步骤 那么第一步呢 首先我们要分析它的网页性质 来确定网站它真实的一个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呢 其实它是表示全球资源统一定位服务 那么这个URL地址呢 就可以确定当前我们要浏览的网页 它的资源信息 资源地址在哪里 如果说你不理解URL这么一个字母的意思的话呢 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链接地址 就是我们地址导案栏中的一个一个链接地址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有这个URL地址 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我们的代码去发送网络请求 请求 发送网络请求 那么这个网络请求呢 是借助我们的代码 你像我们之前发送网络请求 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浏览器 或者说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客户端 比如说你像你的手机啊 对吧 iPad呀 电脑啊 浏览器啊 等等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 我们今天是用代码 那么用代码发送网络请求呢 会需要借助一些工具 比如说我前面介绍的request 用它来帮助我们用代码发送网络请求 对不对 这是第二步 好 第二步走完之后呢 我已经请求到了当前这个URL地址 它对应的网络资源的一些资源信息 资源的一些数据 我都有了 对不对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 其实啊 里面包含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数据 也就是说啊 这数据当中有你需要的数据 有你不需要的数据 所以呢 才有了第三步 数据解析 那么关于数据解析呢 其实啊 就是解析你想要的数据 或者筛选出 筛选 筛选出你不需要的数据 就这么一个意思 通过第三步呢 我想要的数据已经全部都有了 对不对 那么就最后一步 帮我们把数据进行一个数据保存 数据保存 这是我们啊 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方法 写什么爬充案例 都会经过如下的四个步骤 那么关于这个步骤问题讲完了之后呢 我想要了解一下同学们啊 因为呢我不知道同学们的你们一个学习进度 因为接下来呢 我讲这个案例啊 我就会通过这四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去实现 那么在案例实现之前呢 我想了解一下同学们 有过我们爬虫 Python爬虫案例基础 你写过爬虫简单案例的同学 你给我扣个一 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基础的同学 你给我扣个零 我根据同学们的一个课堂的一个进度 就是学习的一个进度啊 来调整一下 咱们今天讲课的这么一个节奏 如果说扣零的同学比较多的话呢 那么我们今天这讲课啊 我就会尽量的讲的详细一点 写过爬虫案例的扣个一好吧 完全零基础 没有写过爬虫案例的 你给我扣个零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扣零的好像多那么一丢丢啊 前面扣一的很多 其实大概参半吧 也算了解一点点 其实了解一点点 其实听过咱们公开课的来说的话呢 其实了解的基本上啊 就是差不多入门吧 对吧 那么既然说扣零的 占到大概一半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节课啊 我节奏稍微放慢一点 好吧 我要尽量的保证 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听得懂 好吧 那么首先呢 通过这四个步骤 来了 咱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呢第一步 咱们要确定他URL地址 对不对 那么在确定URL地址之前呢 我们需要分析当前网页的性质 好 网页性质呢 它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静态网页 第二种呢 它是动态网页 动态网页 那么这个网页性质呢 需要我们通过分析得到 像静态网页 它对应的URL地址 和动态网页 它对应的URL地址 它找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咱们要怎么分析呢 首先 咱们到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对不对 那么你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呢 咱们可以在页面的 拐材处 点击到查看网页原代码 点击这个 点击了之后呢 它会给我们弹出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这个弹出的新的浏览器窗口 里面展示的这些数据 其实就是对方服务器 给我们返回的一些网络原数据 这些数据呢 它并没有经过浏览器的渲染 以及加载 没有经过浏览器的渲染以及加载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它里面都是存储的一些静态数据 那么静态数据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去找 当成网页呢 其实这里有很多数据 比如说呢 这里有关于我们 防原信息的一个标题 对吧 我可以任意的选择一个标题 我就选中这么一个标题 然后呢 在我们网页原代码当中 我通过Ctrl F 调出所有手框 粘贴我刚刚复制的数据 通过我粘贴 复制在网页原代码当中去找 能够找到当前网页 我刚刚粘贴的一些数据 对吧 能够找到当前网页 我刚刚粘贴的数据 那这里呢 找到数据 它都有高量显示 那么一旦能够找到 那么你刚刚 你找的这些数据 其实啊 能够在网页原代码当中找到 那么证明呢 这些数据 它都是静态展示的数据 都是静态展示的数据 那么关于静态展示的数据呢 其实啊 这些数据 它对应的URL地址 就是咱们地址导航栏中的 这么一串 就是它 这是我们通过它分析 它的性质得到的 那么反之呢 假如说它是动态网页 就要我们通过数据抓包 因为啊 动态网页 它这些数据 它是动态加载的 对吧 动态加载的 在我们网页原代码当中 你是找不到动态加载数据的 因为这里呢 它显示的都是静态数据 那么关于动态数据呢 就要我们通过 呃 右键啊 点击检查 然后呢 由我们谷歌浏览器 给我们提供的开发者工具当中啊 Network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找到当前这个网络 所有的数据请求 比如说呢 在这里 我刷新一下当前页面 对吧 我通过刷新当前页面呢 这里给我们加载出了很多的数据包 对 可以加载出很多数据包 那么关于这些数据包呢 如果说 只要它能够展示数据 不管是静态数据 还是动态数据 都能够在这些数据包当中 你能够找到这些数据 因为那这些数据它毕竟能够正常显示 对吧 你也能够跟我们的用户进行数据交互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动态数据 就让我们通过数据抓包去获取 动态网页用的比较多 静态网页好像没看到过了 这不是看到吗 像链家的话呢 其实啊 他也算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一个比较 稍微中等的一个平台吧 也不算非常大 像大的平台的话呢 其实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贝壳找房 安居客等等 对不对 举个动态网页的例子 动态网页的例子 实际上我们之前讲公开课也讲过啊 关于那些视频数据 对吧 之前我讲过 关于我们这个 库六网 以及呢 YY视频 之前的那些网站 他数据都是动态数据 那么这里呢 我找到了他的一些经台数据 他都是在这个经台网页里面 对不对 那么我就可以得到 这里呢就是我们抓取的一个URL地址 那么在这里呢 我已经找到了URL地址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首先构建一个URL编较 用字符串的形式紧接收 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个URL地址 那么找到之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是不是 我们做的是一个爬送程序啊 对不对 建设爬送程序 它呢是批量获取数据 批量 获取数据 以及呢 他获取的一个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你像这个网站 当前这个链家这个网站啊 如果说你获取的速度比较快 那么在你爬渠道 可能爬渠道后面大概 四五十页左右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弹出来一个人机验证 人机验证 那么这个人机验证呢 实际上啊 我们也会教大家怎么去解决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些延时等待 并且说这个延时啊 要用随机延时 在这里呢 给大家卖个弯子吧 客户的话呢 不 待会儿啊 我在案例的 大概后半部分 我会教大家怎么去解决这个人机验证 好吧 找到这个URL地址之后呢 因为既然说我是批量获取数据 速度也比较快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个伪装 那么怎么伪装呢 在这里啊 我首先 刚刚是不是 我通过右键 点击检查 调出我的开发者工具 对吧 然后呢 刷新页面 咱们该怎么伪装呢 首先我应该把我的整个代码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对吧 你像我们浏览器他能够正常访问数据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整个代码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对吧 那么怎么伪装呢 首先需要带上一个子弹 在这里呢 你随便任意的选择一个数据包 然后往下面去翻啊 往下面去翻 在他的request hags 在这个里面 实际上就是浏览器 他在发送网络请求的时候 他默认的都会带上如下的这些字段信息 在这里呢 像accept accept encoding accept language 等等 这里呢 所有的字段信息 都是他在发送请求的时候 默认会带的 那么往下面去翻呢 他实际上有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志信息 user agent 那么这个user agent 这里面的键值 对啊 左边是他的一个键 右边是他的一个值 对吧 这是一个字段 那么我在请求的时候 我带上这个字段 可以帮我把整个代码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对吧 首先呢 我把这一串user agent 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直接放到我代码当中 代码当中该怎么构建呢 代码当中 我要把这个字段 构建成一个字点 我要把它构建成一个字点 那么字点的话呢 首先啊 我构建一个head是变量 等于一个字点 字点呢 它肯定是键值对 左边是他的键 右边是他的一个值 对吧 这里呢 我都需要使用双一号 把它给包裹起来 这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字点形式 键值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当前这个建制队里面 是什么信息 像这个mozilla 就表示浏览器的一个名字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浏览器开发的一个历史 你像第一代浏览器啊 开发出来呢 它以mozilla命名 往后不管哪家公司 开发出来的哪一款浏览器 通通的以这个名字命名 这是它的一个规范吧 后面介绍它浏览器的一个版本 像现在呢 我用的是mozilla 5.0的版本 对吧 继续往后面走呢 这里有个括号 这个括号呢 其实就代表我当前这个操作系统 是什么 你像我用的 老师用的操作系统啊 是Win10 64位的操作系统 对吧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啊 你们可能有一部分同学呢 可能还用的是Win7 对吧 Win8 还有什么一些家庭版本的等等 那么继续往后面走呢 是关于浏览器的一些内核 对吧 浏览器的一些内核 以及你使用的什么浏览器 你像我使用的是Chrome 谷歌浏览器 对吧 以及它浏览器的版本号 还有呢 它的一个safry内核 以及appwebkit的一个内核 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字段其实我说了 它就是浏览器的身份字段 浏览器的身份字段 对 Win10家庭版32位 在网页元代码当中 怎么发起搜索 忘了 网页元代码当中发起搜索 就是通过我们Ctrl 加上一个F 看到没有 Ctrl加一个F 那就可以调出这个搜索框 哇 好 这是关于一些问题吧 这是我第一步啊 我就准备了两个变量 第一个URL变量 对吧 第二个Headers 那么一个请求头的一个字段变量 对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讲完之后呢 其实我想温馨提示啊 同学关于我们这些课的案例 有一些疑问的话啊 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问 都可以问 我看到你的信息呢 都会回复大家 然后呢 第一步讲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通过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呢 它就是发送网络请求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发送网络请求 我说了 我需要借助一个工具 对吧 咱们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对不对 那么这个工具呢 首先啊 我们要自己导入一下 在我这里呢 我使用在这个代码最上面 我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Request 那么一个工具 同时呢 提示大家一下 这个工具 它是一个第三方工具 那么在这里呢 需要我们自己去安装这个工具 那么安装方法的话呢 咱们可以在代码编辑器的下面 有一个Terminal终端工具 这个终端工具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CMD终端 在这里啊 我通过一行命令 注意看啊 通过PIP Install 安装一下Request 那么一个模块 点击确定 啊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完了之后呢 我已经提前安装好了这个模块 所以说他就会这里提示 当前Recommend 这个模块 Already 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们没有安装的话呢 他在这里 有一个黑白的进度条显示 显示他的一个安装进度 并且来说 安装完成之后呢 他也会有一个 他的一个路径显示 你安装在哪里 对不对 在这里啊 有一个前提 你使用这一行命令 安装这么一个模块 有一个什么前提呢 前提是你的整个Person环境配置 没问题 整个Person环境配置没问题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他用这行命令是无法安装的 那么关于环境问题 之前我也给大家说了 我给大家强调的两遍啊 环境安装 模块安装 有任何问题的同学 都可以找到咱们的助理老师 也就是我们右上角这么一个微信二维码 对吧 助理老师呢 可以帮助你解决你所有环境的安装问题 有问题 直接找我们助理老师 我们可以下载这个编程环境吧 我的好像都不行啊 这个编程环境啊 关于我们解释器 以及我们代码编辑器 都是可以自己去安装的 我们助理老师那边有环境的安装包 安装教程 资料都非常详细 只不过你们可能同学不想要啊 包括不会配置的同学 也懒得动手 其实呢 我觉得 咱们要学好编程 对吧 咱们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起器 对不对 你连这个代码环境里都没配置好 你还谈什么 自己去写案例 对不对 像PAP不是内部或外部的命令 它就是呢 没有配置系统环境变量 没有配置系统环境变量 PAP list 查看它安装的一些模块 对吧 这是我们查看模块的用到的一个命令 好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正确安装 也已经导入了这个模块 那么接下来啊 我通过request那么一个模块 点上它的get方法 其实呢 这个get我们来解释一下它的意思 从英文层面解释 它是得到获取的一个意思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计算机语言当中啊 它表示请求 同样的 它表示一种请求方法 你像我们所有的静态网页 它的请求方法都是get 静态网页请求 它都是get get是不是得到获取请求的意思 那么请求 我要请求什么呢 我要请求这个url地址数据 那么首先啊 我通过关键字 把这个前面我定义好的url变量 把它放进去 这是我通过关键字去传扎 以及呢 我在请求的时候 我说了 我是不是要把整个代码 伪装成一个浏览性用户 我加上后面第二个参数 当你代码写到这里 你在执行的时候啊 当前它就会帮助我们 模拟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去请求当前这个url地址数据 url地址数据 post post是发送一些表单数据请求 你需要提交数据给对方服务器 这只是我们请求方式的不同 那么在这里呢 它发送请求呢 首先啊 我用一个变量去复制 在这里啊 我用一个response 我用这么一个变量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呢 咱们通过执任的函数 我去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好吧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打印出来呢 它有点奇怪 为什么有点奇怪呢 你像我请求这个url地址数据 我说了 它是静态数据 对吧 那么按照道理 我们请求出来的数据 是不是就是我们地址 网页源代码当中 对应的这些数据 但是很明显呢 它不是 它只有一行数据 而且很很短 像这里呢 所有啊 用request模块 发送请求的数据 它不是直接返回数据给你 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名字 就叫做response 那后面呢 这个中国号里面呢 表示它请求的状态码 你像200左右状态码 表示请求成功 既然来说 我已经请求了 但是呢 我不想要这个对象 我想要的是 这个对象里面 它包含的数据 那么在这里啊 我就要换一个属性 在这里呢 我通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的属性 text的属性 要加utf-8吗 不用加 text 它不是方法 它是属性 方法和属性 是有区别的 你像方法 它是不是要加一个破坏 属性的话 它就直接调用 对不对 好 我通过这个属性 text 从这个对象里面 取出它的文本数据 取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啊 我使用一个html 我杠上一个data 我用这个变量接收 完了之后 咱们再次通过 不认的函数 我去打印一下 邮件 点击运行 对不对 然后你们去看 这里面呢 就是我打印出来的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在网易元代码当中 看到的数据其实长得非常像 对不对 并且来说啊 我们在这里 你也可以任意的 再次我选择一个数据进行查找 好吧 我把这一串数据给复制下来 然后呢 在网易元代码当中 同样的 Ctrl F 要输出什么话 搜索你刚刚复制的数据 在我们终端当中 是不是打印出来 也有这么一条数据 对吧 那么证明了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警求的一个URL地址 我警求的一个方法 这些操作 都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里啊 非常重要的一步 你警求到数据之后啊 咱们做的第一步 就是要对比 这些数据 请求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否是正确的 你可以在页面当中 随便复制几段数据 然后在我们 请求到数据当中进行查找 能够查找 这不是证明当前数据 获取下来都是正确的数据 都是你想要的数据 对不对 这是关于我们获取数据 好 后面呢 获取数据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啊 我已经通过第二步 对吧 前面两个步骤 咱们是不是非常轻松 加愉快的就完成了 我就写了几行代码 我就写了 加 加什么 加我们打印 加上面两行代码 我就一共写了五行代码 就能够请求到 这个网页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做数据的保存 对吧 那么关于数据保存 以及解析数据呢 我会借助 使用到 CSS选择器 CSS选择器 你像CSS选择器呢 它是一个语法 像这个CSS选择器呢 它非常适合 在HTML文档中 提取数据 你像我们刚刚 我获取到这数据 它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HTML标签 对不对 我往下面去翻 往下面去翻 对吧 这里呢 UL Script DIV 这些标签啊 它统统的都属于 我们这个HTML标签 对不对 那么关于这里的话呢 我就使用到 CSS选择器 我去在HTML标签 在它的文档当中 提取我想要的数据 对吧 可不可以用BS4 科学的话 你自己用BS4 好吧 我是不喜欢用BS4的 因为这个数据解析方法呢 其实有很多啊 像这个BS4 对吧 XPASS 以及呢 正折 在这里呢 你只需要能够提取到 你想要的数据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因为呢 这个方法 它实际的效果 都是一样的 对吧 像很多同学学习起来呢 经常会需要学习到 这个BS4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 使用那个方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BS4 它的可读性不高 因为呢 BS4 它设计的一个 设计的一个思路呢 它是面向对象 它是面向对象 如果说你面向对象 学的不好的话呢 你用BS4的话呢 它确实比较麻烦 对吧 好好学 怎么不用XPASS XPASS也可以提取 HTML数据 也非常适合在 HTML文档中提取数据 所以我说了 在这里数据解析的方法 我并没有做要求 只不过我在这里啊 我喜欢用CSS 我就用CSS去提取 包括之前呢 我也讲过案例 用XPASS 对不对 其实呢 只要你学完这几种数据解析方法 你就会发现 它里面其实就是 大概变了一个壳子 它实现的功能和效果 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啊 我要用CSS选择器 对不对 那么首先呢 我把这个给复制一下 第三步 对吧 第三步呢 就是数据解析 那么关于数据解析呢 我会先 首先啊 首先导入一个数据解析的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呢 之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PASS 好 那么关于这个模块呢 我们需要自己去导入 在这里啊 我首先通过import导入一个Parsle模块 这个模块呢 也是第三方模块 安装方法的话呢 同样的 在这里啊 通过PAP install 安装一下Parsle 点击确定 安装一下Parsle 我已经也提前安装好了 所以说 同学们 这个模块安装有问题 我再次强调一遍 好吧 我再次强调一遍 环境 模块安装有问题 直接找我们助理老师 对吧 咱们右上角是 助理老师的微信二维码 大家呢 可以扫码添加一下 包括一系列的 关于Python的学习资料 只要咱们这边有 都会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在这里 我已经导入了这个模块 导入这个模块之后呢 接下来啊 因为涉及到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呢 其实啊 我分 分步骤 分为两步 第一步 3.1 对吧 我分一个小步骤 转换数据类型 转换 数据类型 那么关于转换数据类型呢 其实啊 我当前你获取到的这个HTML data 在这里呢 咱们可以通过打印它的数据类型 可以看一下 对吧 通过这个态盘数 打印当前这个数据类型 我可以看一下 它的数据类型是什么样子 运行一下 它打印出来是STR 也就是说 我获取到的HTML data 它是什么数据类型 它是 字符串 它是字符串 那么字符串 如果说你想直接与我们Pathom语言 进行交互 那么你只能够使用到正折 你想直接交互 跟我们Pathom语言 只能够使用正折 没有其他方法 如果说你想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你想用BS4 你想用什么呢 想用我们这个CSS选择器 以及我们XPass数据解析方法 那么首先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转换数据类型 转换完成之后呢 它就可以用我们模块 与Pathom语言进行交互 怎么转换呢 在这里我通过Parsal 点上一个Select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个HTML data 把它给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我用一个变量去接受一下 Select Select 那么当前这个Select 这个变量呢 我通过一个点 可以调出它一系列数据解析的方法 你像我这个Parsal模块呀 它数据解析的方法 其实封装了有三种 有什么呢 像XPass 对不对 像R1模块 正者表达式模块 以及CSS选择器 是不是 那么我就是用到CSS选择器 用这个方法提取我想要的数据 画内部呢 就是我们需要写CSS的一个语法 对 那么在这里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既然是我想用CSS选择器 咱们来解释一下 我们需要哪些数据 好吧 首先来看一下页面 好 我们往上去翻啊 往上去翻啊 我就在这里画张图 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哪些数据 比如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是不是要当前这一个房子 它的这么一个标题 对不对 以及房子 它的一个地址 还有呢 还有房子 它的一个房源信息是什么 它是两室一厅 还是三室一厅 它的频率是多少 它是不是南北通透的 它是不是有精装修等等 以及往下面去翻呢 有多少人关注 对吧 它的关注人数是多少 还有呢 还有它这个标签 它是不是靠近地铁 是不是当时这个房源 它支持VR看法 以及呢 房本满五年 对吧 可不可以随时看房等等 还有什么 还有关于它的房子的总价 以及房子的单价 这些数据 我是不是通通的都可以豁出下来 对不对 那么首先啊 我带大家通过数据分析 数据解析 把这些我想要的数据 把它通通的给它解析出来 首先呢 在这里 叫我们写CSS的一个语法 那么这个语法呢 首先咱们可以通过右键 点击到检查 在检查我们这个 Element元素面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标签 这里面的标签呢 其实就包含了 我们页面当中的这些信息 对不对 那么首先呢 我使用右键 检查 它是不是帮我们定位到了这么一个A标签 对吧 在A标签下面呢 有标签包含的文本内容 那么这个文本内容 是不是就是跟我们 网页当中这么一个标题是一样的 对吧 既然说你找到了那么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来分析一下 因为呢在这里 数据解析啊 我分为两层数据解析 首先注意仔细看啊 注意仔细看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了 好吧 首先我把这个标签 我给它折叠一下 这个标签是可以折叠 以及伸缩的 折叠 再一次 折叠 折叠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往上翻一下 首先呢 这个LI标签 是不是当前第一个防元信息 我通过鼠标 鼠标放到这里 我们页面上面 它是不是有高亮显示 显示的是一个绿色的框框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把鼠标放到下面呢 这个绿色框框就变了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 这些LI标签 它呀 是不是就是 关于当前这个页面 所有的一些防元信息 都是在这些LI标签下面 当前这一页呢 我之前在课前 我就给大家数了 这一页呢 有30条数据 有30条数据 感觉还是BS4简单 你怎么简单 你用什么好吧 我说了 我没有强调你用什么 我没有强调你用什么 你课后你自己去用BS4好吗 这个看个人习惯 看个人习惯 然后呢 首先 这个LI标签 我们来分析一下 每一个LI标签 是不是都有一个class属性 对吧 以及它这个class属性 它都是相同的 发现没有 都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class属性 去取到当前这个页面 所有的LI标签 在这里呢 我通过Ctrl F Ctrl F 那么这个Ctrl F呢 在这里啊 在这个搜索框当中 就可以辅助我们写CSS的一个语法 在这里呢 既然说它的class的一个属性都一样 那么首先我把这个class的属性值给它 复制下来 然后呢我们CSS的一个语法 点 表示 类选择器 你像这个class 它其实在我们标签当中啊 它就表示一个类 表示一个类 一个点 就是取它的类名 它的类名是什么呢 我把它的类名给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对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因为我点上它的那么一个类属性 我举出来的数据它没有 对不对 没有就很尴尬了 没有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这里 它的类属性当中啊 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空格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空格 像空格在我们CSS的一个语法当中啊 它其实表示取它的指标签 那么我不是要取它的指标签 对不对 它是一整个一个类属性 所以说呢 这个类属性 我需要把这个空格给删掉 然后用一个点去连接 连接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我就取到了30个标签 对不对 我就取到了30个标签 这就是30个LI标签 那么在我们代码当中呢 在代码当中 首先我把所有这30个LI标签 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我使用一个LIS 用这个变量接受 在这里我取到的是多个标签 对吧 多个标签 那么关于多个标签呢 我可以使用到 for循环进行一个便利 对吧 用for循环进行一个便利 for LI 印一个LIS 对不对 我把这些标签把它给便利出来 这里呢 我就是用到的二次提取 首先呢 取到所有的LI标签 这里的数量是30个LI 30个LI标签 对不对 举出来之后呢 我把这30个LI标签 全部给便利 便利完了之后 是不是 我可以针对 每一个LI标签 用CSS选择器的一个语法 进行数据的二次提取 对不对 进行数据的二次提取 所以说呢 在这里 你们在说啥呢 黑猫白猫能招到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呢 关于这个需求啊 你使用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 但是呢 BS4啊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呢 这个BS4啊 它解析数据 并没有CSS选择器那么快 在这里 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关于BS4呢 它解析数据 它会默认的 不管有没有数据 它都会便利整个文档 也就是说啊 它在数据查找之前 不管能不能够查找到数据 它都会便利整个文档 那么你想一想 如果说这个文档 它的文件的内存 文件的数据比较大 它便利整个文档 是不是就拖缓了 或者说啊 它解析数据的效率 就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说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还是可以 跟着自己见解 那么关于数据 二次提取呢 首先啊 在这里 我说了 之前的话呢 我需要取到 它的这么一个标题 对吧 那么关于标题呢 首先我选中这个标题 标题的话呢 它有一个title属性 那么关于title属性的话呢 在这里啊 我一个空格 点上它的title 点上它的title 取出了个结果 仍然是30个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结果 问题的话呢 我取到title title下面 A标签 才是当前这个 房源信息的标题 在这个A标签 包含的文本内容当中 才有我想要获取的一些数据 对啊 我继续 往下 取到一个空格 取到它的A标签 对啊 然后呢 取标签 包含的文本内容 在这里呢 我就要使用到 我们属性选择器 在这里的话 是不支持属性选择器的语法 所以说呢 我只能在代码当中 去写了 对吧 首先取到A标签 冒号冒号 表示属性选择器 在这里呢 我直接用一个text的属性 取它A标签 包含的文本内容 取出来之后呢 我用一个get的方法 get的方法就是 获取到 你提取到的一个数据 你用css选择器 这么一个语法 提取出来的所有数据 它都是一个对象 这个get 就是从这个对象里面 把数据给它获取下来 在这里呢 我就用一个title 我用title变量接受一下 我用title变量接受一下 好 接受完成之后呢 这是它的一个标题 这是它的标题 以及呢 我还要去取很多数据 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多复制一下 然后里面这个语法 我考虑一下 要不要自己一个一个去写 因为呢 在这里的写的话呢 就可能浪费我很多的一个时间 可能浪费很多的时间 浏览器下面的框是什么 按出来的 选择器那个 Ctrl加F 我们Ctrl加F呢 是万能的一个什么 搜索工具 很多个网站 很多个什么 像APP 像一些网页 它都可以用CtrlF 去搜索数据 好吧 好 在这里的话呢 里面这个css语法 其实啊 只要找到的标签 取标签包含的文本内容 就可以获取到数据 在这里呢 我就快速的给他写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 我要获取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地址 对吧 关于地址的话 他是有多个标签的 那么多个标签咱们不管 这里有一个class 一个DIV DIV呢 他有一个属性 我直接把这个属性给复制下来 取到他的属性 然后呢 取他下面的A标签 这个A标签包含的文本内容 才是我想要的 关于他地址的数据 对一个空格 取他的A标签 这里取出来 因为A标签的话呢 因为左边和右边 它是两个标签 两个A标签 所以说他得出来的数据 一共是60个 这个数据量是对的 好 取到这个A标签之后呢 我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我的代码当中去 同样的 只不过在这里 我取到的是两个多个标签 所以说在这里啊 用一个get all get all方法呢 他就是取到多个标签 返回一个列表 返回一个列表 这个呢 是我取到他的一个地址 地址的话 我就用一个adjust 好 adjust是他的一个地址 地址获取到了之后呢 还获取到他的一个信息 信息 信息是在这个DIV标签下面 对这个DIV标签呢 他同样的有一个class属性 对吧 我直接点上他的class属性 然后呢 呃 这个span标签 他里面是没有文本的 我就直接取他的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粘贴到代码当中去 啊 这是我取到他的什么 他的一个信息 那么信息的话呢 我就直接用他的这个单词去 复制吧 这是呢 房子的一个信息 好 信息获取到了之后呢 获取到他的一个关注人数 对吧 关注人数在这个地方 这个DIV标签 打两人关注 三天以前发布 啊 那么在这里呢 他也有一个follow info 啊 follow info 我点上他的follow info 同样的也只有一个啊 在这里 我就直接把它给复制一下 然后呢 粘贴到我的代码当中去啊 呃 这是他房子的这个关注人数啊 关注人数的话呢 同样的用这个吧 关注 啊 关注 啊 以及后面他的这些标签 啊 他支不支持VR看房 对 标签的话可能就有多个了 对 标签多个的话 哎 我们是不是也要用到一个什么 来 用到一个get all方法去获取 首先呢 我把这个tag标签获取一下 获取标签之后呢 取他下面的span标签 span 取出来是90个 因为呢 这个标签可能有一个房源信息 他可能有多个标签对吧 呃 然后呢 把他当前这么一个链接css选择器 我把他给啊 放到我的代码当中去 啊 这是我们获取的这个标签标签的话 我就用tags吧 呃 tags 啊 tags 这是标签 啊 这是他的标签 呃 以及呢 后面还有他的一个什么 还有他的一个总价 以及单价 对啊 那么关于总价单价的话 首先选中 选中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total piece total price 取他下面的span标签 total price取他下面的span标签 同样的也是30个 对 对不对 复制 好 粘贴到我的代码当中去 这里呢 我就用这个去作为一个变量 啊 标签来说的话 这是总价 啊 总价来说的话呢 他只有一个数字 对不对 数字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往后面加一个单位 他是多少万 对吧 万 以及最后一个他的单价 啊 那么关于单价问题的话呢 首先我选中一下 单价就是一个unit price 对 放到这里 然后取他下面的s span标签 span标签包含的文本内容 就是我想要的单价 是吧 呃 单价我首先把这里 哎 粘贴 这就是我获取到的一个单价 啊 单价来说的话呢 就用一个unit price 啊 这就是我解析出来的所有数据 是吧 开发总工具是f12 呃 可以爬取链接吗 链接是可以爬取的啊 链接是可以爬取的啊 以及我们这个标签 tags标签 它有多个对吧 也需要也需要使用到一个get all 啊 这个是没错的 它get all 它是返回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呢 就存储 你解析到的多个数据 对吧 怎么感觉这个比xpass语法简单一点 呃 所以说呢 这个只要你学到它的语法 就会发现这个是真的像 对吧 这个是真的像 对 呃 以及它这个链接的话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啊 关于它这个链接 我看一下了 啊 链接的话 是不是同样在这个a标签下面 对吧 同样在这个a标签下面 a标签下面呢 和ref属性 就是它的一个链接地址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链接来说的话呢 首先啊 我把这个链接给它复制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镜条数据里面有没有啊 呃 链接在静态数据里面也是有的 所以说呢 在关于链接的话呢 首先在它的标题里面就有它的一个链接 对吧 首先我把它给复制一下啊 取它的链接就是呢 通过冒号atdr 取它标签的一个属性啊 它的和ref属性 对吧 这是取它的一个title 杠一个url吧 啊 title杠一个url 啊 那么具体来说我取到这些数据之后 我给它print 我给它输出一下 第一个title 第二个它的一个地址 第三个一个host info 第四个是follow info 啊 第五个是它的一个text ths 第六个是一个total total press 第七个是一个unit press 第八个是一个title url 啊 title url 啊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我们来可以打印一下 啊 在打印之前呢 我给它做一个分割符吧 sqp 打印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打印多个数据 你可以指定一个分割符 在这里呢 我用一个三个横杠 我用一个分割符 作为它的每一个数据 与数据之间的分割符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啊 点击运行 好 运行完成之后呢 哎 同学们你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刚解析出来的八个数据 是吧 那么关于这八个数据呢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对比啊 可以一个一个去对比啊 最后就是我获取到它的一个链接地址 对啊 这就是我获取到的这八个数据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我把这些数据给获取下来了 对 数据我已经有了 是不是 我们要经过什么 我们要经过数据保存 那么关于数据保存的话呢 我之前就给大家说了 我会呢 把它保存为一个CSV文件 对 把它保存为一个CSV文件 那么关于CSV文件的保存呢 实际上 哎 接下来我会去讲 因为呢 它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模块的使用 以及呢 在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这个页面它不只有一页数据 啊 它页面当中其实啊 它的末页一共有100页数据 以及呢 在我们解析这100页数据的过程当中啊 它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人机检测 人机 人机检测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一定的时间内 你加了延迟 你的延迟的这个秒数 都是一样的话 都是规律的话呢 它也会弹出一个人机检测 让你经过一个验证码 让你经过一个验证码 关于这个人机检测 我之前呢 给大家已经踩过坑了 我们呢 可以设置什么 可以设置随机研制 可以设置随机研制 这是我们接下来 需要去讲的一些事情 好吧 那么这里呢 我看到了 这里呢 有一位新学员 好 咱们来恭喜一下 这位赵同学啊 通过支付学费200元 申请办理分期12期免息 学习我们Person系统 学习整个课程 恭喜这位同学啊 成功的交到咱们 清灯教育 VIP系统学习班 花费200块钱 就把这个分期免息的 这个名额已经定起来了 后续的话呢 关于我们这个所有课程 涉及到课程涨价呢 它也是保值原价 像之前呢 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这个爬充课程 现在目前正在全面升级 升级完成之后呢 整个爬充课程啊 是会涨价的 那么恭喜这位同学啊 现在呢 享受原价200元 预定了咱们整个的一个 Person系统学习课程 你像我们清灯教育呢 有免费的公开课教训 但是公开课呢 往往通过一个案例 讲案例也不会讲原理 所以说呢 我们清灯教育呢 还有系统学习的课程 那么关于系统学习课程呢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就是咱们清灯教育 系统学习课程的整个课程大纲 恭喜这个笔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 那么我们课程大纲呢 咱们来看一下 总的来说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语法的学习 我们会从零金属教大家 学习Person语法 第二部分是Person的高级开发 主要是学习我们Person语法的一些高级用法 第三部分是我们Person的爬存课程 现在呢 在这个课程大纲当中 这个爬存课程的这个大纲啊 它还是旧的 大纲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新 我们最新的大纲图片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呢 整个全部的课程大纲还没有完全更新 那么完全更新 等到咱们教卧处安排之后呢 爬存课程更新完成之后呢 就会涨价 爬存课程会涨价 在这里呢 这是我们第三个部分爬存课程 以及第四部分数据分析课程 那么我们数据分析呢 主要是分析数据 对吧 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对吧 一共两百吗 还是一期两百 两百块钱仅仅是预定啊 他预定了我们分期免息的一个名额 你像如果说你对于学费有压力的话呢 咱们可以采用分期的方式支付学费 而且利息费用由我们清真教育 全部为大家负担 还有呢 最后一部分是咱们Person全占课程 全占课程呢 主要是教大家怎么去发现网站 像网站建设来说的话呢 就是作为我们后端开发工程师 以及前端开发工程师 他们相互协作去搭建出来的一个网站 那么我们全占开发呀 它是前端跟后端交互开发 一起开发的那么一个课程 这个是咱们今天教育整个学习的课程大纲 如果说呢同学们啊 对于我们学习啊 课程大纲的课程感兴趣的话呢 我推荐大家 你可以加上咱们清风老师 这个是咱们清风老师的微信啊 想跟着老师系统性学习的同学啊 可以找到清风老师去咨询咱们的课程 而且来说啊 现在只需要花费200元 就可以预定咱们系统课程学习的一个名额 而且还享受分期免期的一个活动 分期免期一个活动 一共多少 至于学费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报名哪个课程 对于哪个课程感兴趣 关于学费问题啊 可以找我们清风老师去咨询一下 学Python要学这么多的吗 对啊 因为我们Python学习来说的话呢 其实对于你的兴趣 肯定是你了解的越多 涉略的越多 对于你之后在工作当中 你解决问题 可能是不是就得心应手了 对啊 六个月差不多 不是六个月啊 咱们整个课程学习的时长呢 大概是五个多月啊 大概是五个多月 老师这个是最新的课程表嘛 这个课程表啊 只有我们这个爬虫课程 还没有正式的更新 大概就这几天时间啊 大概就这几天时间 爬虫课程呢 会全面的升级更新 整个课程发纲也会更新 所以说呢 现在啊 我们课程更新之后 肯定会涨价 爬虫课程 肯定会涨价 你现在花费两百块钱 就可以享受原价 想要详细了解咱们 这个系统课程的话 直接加上我们这个清风老师 以及呢 关于我们这节课案例 有不懂的疑问 包括我们模块安装 环境安装 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案例 有不懂的 也可以找我们清风老师去咨询 让我们清风老师帮助你解决 咱们这节课 你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加上清风老师 才会给大家提供 咱们这节课的解答辅导 爬虫还是很想搞一下的 这个爬虫其实 越学越多 其实我感觉就跟黑客 跟做那些渗透 我觉得感觉很像 很像 清风老师朋友圈 都是最新的爬虫课程 下午我就看到了 对啊 最新的爬虫课程呢 整个的课程 大纲当中还没有更新 只是更新了我们爬虫的 这个阶段的课程 爬虫的阶段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 讲了那么多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同学 有没有学习完Pathom语言之后 想转行 并且来说想就业的同学 有这个需求的同学 你给我扣个1 学习Pathom 学习爬虫 学习数据分析 学习Pathom全战 学习这些关于Pathom 方面的这些方向 想找工作 以及想转行的同学 你给我扣个1 好吧 我来了解一下 这个啊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整个课程呢 它是职业化的培训 包括呢 我们这些课程大纲当中啊 这些知识点呢 也是咱们老师之前啊 爬虫了各大招聘网站 对于我们岗位需求 它需要你具备哪些技术 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呢 它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你学完之后啊 可以直接面向就业 因为呢 课程大纲当中 这些技术点 是我们目前市面上 对应岗位 你需要掌握的一些技术点 对吧 我们呢 课程大纲的教训 你学完之后呢 直接面向就业 直接开始找工作 包括我们找工作啊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修改简历 对吧 比如说呢 怎么教大家 与我们这个HR 面试官沟通 咱们都有专门的一个 系统学习的一个面试特训班 教大家怎么去找工作 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老师也会给大家提供辅导 教你怎么去面试 是吧 以及呢 如果说在座的各位啊 你对于这个Person的学习方向 你哪里不准的同学 你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方向的同学 对吧 都可以找我们秦峰老师 因为呢 秦峰老师啊 也是之前做开发的 他在这个IT行业 摸爬滚倒了那么多年 对吧 他呢 了解的非常多啊 关于这些方向性的问题 他啊 找到他 他会根据你个人的一个情况 根据你学习的一个兴趣 根据你掌握知识的程度 给你推荐 什么方向适合你学习 并且学完之后呢 什么方向好就业 关于这些方向性的问题啊 也可以找我们 右上角 咱们秦峰老师 你直接找他咨询 好吧 因为呢 这个确实来说 在IT行业 如果说 你了解的不多 那么你可能啊 就有那么一个情况 就是啊 你学着学着 你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水平 你不知道你之后 学完之后 你能够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薪资 所以说关于这些方向性的问题呢 咱们秦峰老师啊 会 根据你的个人情况 会量身给你制定出属于你的职业规划 我才大二还早呢 其实呢 我们学习啊 不管你什么时候啊 越早学越好 越早学越好 爬虫我知道你爬数据 但这个数据分析学了能干啥 数据分析呢 它主要是啊 因为你爬虫 是不是可以爬学到海量数据 包括啊 我们接下来 我们这个案例 你爬学到的数据 也可以经过数据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分析什么地区的房子 价格低 单价比较适合你 以及呢 根据它这么一个关键字啊 根据你爬学到的一些关键字的信息 可以定位出哪个地方你比较满意 哪个地区的房子 你想住在那里 这都是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 得到数据的一个结果 我们呢 可以让数据分析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让数据说话 可以让数据体现出我们数据 它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这是我们数据分析的课程 主要是分析数据 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感觉大学学的没啥用 社会基本上用不到 你大学学的东西 其实啊 大学四年 你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教的 差不多十天课程 你信吗 你像我们十天学的东西 就相当于你大学四年 学的东西啊 这是针对于大部分 大学生群体来说的啊 像一些啊 比如说啊 名牌大学其实还是比较有可比性的 对啊 嗯 讲的这些太简单了啊 太简单了 你还在你还在这个这个地方 就听我讲了那么久 对吧啊 太简单了 你知道了 你还在这里听我讲那么久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心态啊 我不知道啊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简单的东西 我说了 我之前就问了 在座的各位 我说有没有零技术的学员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说了 我我讲公开课 我要基本上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懂 好吗 所有人能够听得懂 好 还是零技术 正好了解一下passet 所以说呢 这个零技术对吧 零技术的话呢 我们整个课程呢 也是会从零技术开始面向教学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零技术的学员呢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自己学不会 好吧 我们整个课程面向零技术 并且呢 我们每一期啊 咱们VIP老师 咱们讲师都会接触到EPEP的零技术学员 好吗 所以说我们老师啊 对这些零技术学员是非常有经验的 对吧 大学学的都不是面对社会上直接可以用的 其实呢 你大学学的东西 特别是像我们计算机这个专业 对吧 还有比如说一些延伸的专业 像网络工程 对吧 软件等等 这些专业呢 其实你在学这些专业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教的一些原理性的知识 像计算机原理 对吧 包括他教语言 教我们C语言 教Java语言 对吧 包括教C Sharp 教HTML 他教这些东西呢 往往是很浅很浅的东西 在我们大学当中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 如果说你大学学的东西 学完之后能够保证你毕业之后能够就业的话呢 那么到现在就没有这么多职业化的培训机构了 就不会有这么多培训机构教你掌握这些技术点了 对不对 你说是吗 所以说我们新能教育啊 跟大学教的东西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我们学完之后可以直接面向就业 所以说我刚刚就问了大家 有没有想学完讲就业 想转行的同学 对不对 这是呢 关于我们整个的VIP课程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如果说同学们啊 对于咱们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啊 可以加上我们这个清风老师 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 之前呢 那位同学他花了200元 对吧 就预定了咱们分清免息的这个名额 所以说对于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呢 直接找我们清风老师 咱们右上角是清风老师的微信二维码 大家呢 可以扫码添加一下 对不对 不方便扫码的话呢 在这里啊 同学们也可以搜索一下 Python MIS这么一个微信号 也可以找到咱们的清风老师 我学了假瓦学了Python太基础了 根本找不到是 其实呢 那像IT这个行业对吧 其实啊 呃 初级程序员 现在在整个IT行业当中是趋于饱和的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你技术高 你根本不愁找工作 其实像现在目前的IT行业 中高级程序员 人才是比较短缺的 而各大工厂对吧 各大公司他都会争着要你 只要你技术高 包括我们整个的程序员啊 他就是技术犯的 你技术高你的薪资就高 而且不愁找不到工作 是吧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系统课程吧 有兴趣可以直接找我们清风老师咨询一下 好 讲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个保存 没有解决 那么关于保存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比较简单 在保存之前呢 首先啊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把这些数据 把它经过 规纳整理一下 你像我们前面 我获取到的这么一个地址 以及呢 我获取到这个标签 这两条数据 它是不是都有多个 对吧 它在我们这个打印出来的数据当中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列表里面的元素有多个 所以说在这里 我要把这个列表进行拼接 怎么拼接呢 通过我们这个join方法 好 我这里就只用 直接使用一个复制 adjust 使用一个符号拼接 使用一个do号拼接 怎么拼接呢 点上一个join方法 把这个address 这个列表 把它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它就直接帮助我们 把列表里面的元素 把它整合到一起 整合的一个分割符呢 就是一个do号 这是我通过拼接 以及下面 下面这个标签 标签的话呢 text等于一个do号 对吧 点上一个join方法 去拼接里面的数据 把这个text ths把它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次来打印一下 把上面那个注释 把它取消一下 这个打印它的数据类型 把它取消一下 咱们邮件运行 运行完成之后呢 这里就没有列表了 对不对 没有列表了 对 这里呢 这个列表呢 它中间是用一个do号 把它进行一个拼接 拼接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保存了 对 像我们这一季的毕业的 基本上都是毕业之后 先培训 然后再工作 所以说呢 我们大学学的啊 其实很多 像现在大学生群体呢 往往一毕业 就面临着失业 对吧 而且呢今年啊 我据了解统计 比去年的大学毕业生呢 又多了大概45万 全国 你可以想象 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究竟有多么大 究竟有多么大 好 处理完这些数据之后呢 首先啊 我们要保存 好 那么关于保存数据来说的话呢 它是基本上就是 关于固定写法 首先呢 我通过委属责本 我说打开一个文件 那首先指定这个文件的名字 好 在这里呢 我指定一个链加 点上一个csv文件 这是我指定它文件的名字 对吧 以及呢 第二个传说model model呢 等于一个a 因为呢 我在这个 过去环里面 我需要去一个一个的去写入数据 对吧 它就是会 需要在我们一个文件当中 不断的去追加数据 你说这个a 表示append 表示append 以及第三个传说 指定它的encoding 指定它的一个编码 像文件的话 它都有它的编码 我在这里指定为utf-8 这是一个 基本上现在这个 主流的一个编码方式 里面的编码呢 涉及到各种语言 各个国家的语言 以及各个地区的语言 对吧 还有第四个参数 newnet 因为呢 我在保存csv文件的时候呢 它默认的有一个控行 在这里呢 我让它的控行 指定为一个空的字符串 消除控行 对吧 然后啊 我就通过前面 import导入一个csv模块 导入一个csv模块 这个模块呢 它是系统内置的 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安装 对 model model就是它的写入方式 对吧 关于这个写入方式 如果说你不懂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啊 你可以去补习一下 关于pathon的基础知识 关于我们文件数据写入来说的话呢 模式有很多 像a表示追加数据 w表示写入数据 以及r表示读取数据 等等一系列 后面还可以加它的权限 是吧 我在后面呢 我as一个f文件对象 对吧 然后呢 我通过csv模块 点上一个write方法 wri write方法 首先啊 把我们把这个文件对象f 把它传进去 因为当时所有数据写入 我都是要根据这么f 这么一个文件对象的 对 然后呢 在这里我用一个平量去接收一下 啊 我用一个csv-write吧 去接收 接收完了之后呢 我通过csvwrite 点上一个write row ow 这里呢 没有语法的高量显示啊 没有语法的高量显示啊 write row 去一行一行的去写入数据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传递一个数据容器啊 传递一个数据容器啊 w等于也可以不加吧 直接写a啊 也可以不加啊 也可以不加 呃 我不加 我估计你们还会懵逼一点啊 我估计你们还会懵逼一点啊 大学学的只是敲门砖 工作中看到的是工作能力 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那么你解决问题的话 其实 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啊 你的技术是前提 你只有你的技术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才能够解决你的需求 是不是 啊 new9 new9我说了啊 在我们写入csv数据的时候呢 它默认的有一个控行 默认有一个控行 那么这个控行来说的话呢 我直接指定它的一个控制幅串 对吧 就消除它的控行 等一下保存的时候 你可以看它的效果 好吧 这个wetro 它需要写入一个数据容器 你可以写入一个列表 同时呢 你也可以写入一个圆组 啊 这都是可以的啊 那么关于这个容器 我就直接把这些数据把它给复制下来 啊 直接放到这里 直接放到这里啊 注意 咱们就这里右键 点击 运行 啊 右键点击运行 运行完成之后啊 我把这个关一下 啊 印象我们判断了 这里呢 在我当前这个项目下 就有一个csv文件 对不对 在这里呢 我首先双击点击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刚刚保存的 所有我解析出来的数据 并且来说这个csv数据啊 也可以通过我们什么工具打开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表格打开 双击 所以说我这个csv格式的数据啊 它的一个格式的兼容性比较好 看见 这就是我用表格打开这些数据 是不是 它非常方便 是不是非常方便 只不过这里的数据 你要把这个表格把它凸开啊 你才能够看到这里面具体的数据内容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获取下来的数据 以及呢 我们接下来啊 这只是一页的数据 对 这只是一页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既然说我们这个呃 代码当中呢 它有一百页 那么这一百页数据 咱们该怎么获取呢 对吧 啊 关于这一百页数据啊 咱们可以通过循环去获取 因为现在它是一个静态网页 对吧 我首先点到它的第二页 这是它第二页对应的一个UIL地址啊 以及第三页 这是第三页 这是它第三页的一个UIL地址 对吧 还有呢 第四页啊 第四页好 这是关于它第四页的一个UIL地址 那么呢 我们来通过这三个UIL地址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来分析一下 当前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它前面一直到这里 它整个的UIL地址都是没有变换的 对不对 变换的到后面 这个数字由二变成了三变成了四 对不对 那么我们根据这么一个规律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数字 把它改为十 点击确定 我看一下能否跳转到第四页数据 是不是跳转到第四页 对吧 那么根据这么一个规律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UIL地址出发 把它整个翻页的规律 把它给构建出来 比如说在这里 我新建一个PI文件 0加02 我在当前这个项目下 我就写页面的循环爬取 首先呢 它总页数是100页 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这里可以构建一个for循环 for一个page in一个range 让它在一个范围内 实现循环 它是不是从第一页开始的 它的末尾是不是100页 但是呢这个range 范围 它是左臂又开的区间 你想要取到100 你必须在后面加上一个1 也就是101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一个range函数 它的一个定义 对不对 好 然后往下面呢 你把下面所有代码选中 选中之后 按type键 进行一个缩进 缩进完成之后呢 当前整个这个URL地址 它是不断的在改变的 对不对 它是不断的在改变的 那么不断改变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规律 把它给构建出来 比如说当前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用一个站位服务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站位服务啊 用一个大括号 这个大括号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点上一个format的方法 帮助我们把这个page 把这个页数给它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当前啊 我用一个强制转换 因为所有的一个URL地址 它的数据类型 通通的都属于字符串类型 所以说在这里 我要把它这个page 有什么 用这个整形数据类型 把它转换成字符串 转换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处理一下 要处理什么呢 好 首先呢 我就是进行一个print 我去输出一下 输出什么呢 当前正在 正在 查取 多少页的数据 以及呢 我要把这个页数给它打印出来 进行我们在中间当中进行输出 对吧 把这个page给它传进去 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我之前就给大家讲了 当前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 不断在这里爬 你爬去速度太快的话呢 它有一个人机验证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应该去做一个什么 我应该去通过import 保留一个time模块 我让它每爬一次 我让整个程序 休息一段时间 是不是可以 以及呢 我们这个休息的时间 你也不能写死 你不能把它全部 让它休息一秒钟 它也会弹出一个人机验证 所以说呢 我可以设计一个随机休眠 随机休眠 我需要导入一个随机数模块 Render 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Render 导入一个Render 首先呢 既然说你想随机 那么我们是不是 首先设置一个随机数 Render 点上一个Render印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设计数 随机数的一个范围 我让它在0 到3秒钟之内 进行一个随机 我就取它的随机数 取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我用一个choice 我用一个choice 变量去接收 接收完成之后呢 我取出来的随机数 我是不是可以设置什么 通过 点上一个sleep方法 我让它随机休眠 整个程序的一个时间 对啊 这就是我设置随机数 对吧 假设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页 假设不知道有多少页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死循环 well to 那么在我们代码当中 我们就要需要判断 当前这里面的数据 它有正面数据 它肯定没有业数的话 它肯定会有一个报错 对吧 具体来说 我们在做数据解析的时候 肯定会发生一个报错 那么你根据这个报错 可以结束死循环 这也是一个思路 以及呢 我们也可以获取到 它下一页的一个链接 关于下一页的链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element元素面板当中 你可以发现它 这就是它下一页的链接 这就是它下一页的链接 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到它下一页的链接 然后呢 把这个链接给它取出来 这个链接肯定是不完整的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拼接成整个完整的链接 取出它 具体来说 下一页完整的链接地址 然后请求它下一页的数据 这是呢 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思路 因为呢 在这里 具体来我知道它有多少页 对吧 我就可以写死的 对不对 好 讲到这里啊 当我运行程序 我就把它改为一个链加点上一个2吧 链加2点上一个csv 然后呢 右键 咱们运行一下当前整个程序 正在爬取第一页数据 正在爬取第二页数据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你们就可以发现